今天从市场买了一条甲鱼 做一个甲鱼汤 看汤又浓又白 非常补啊 我们开始吧 先把甲鱼清洗一下 多洗几遍 洗掉血水 这个黄色的油要弄掉 这个东西比较难搞 要有点耐心 然后凉水下锅 放点料酒 姜片焯一下水 煮开后会出现大量浮沫 撇去浮沫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滴干水分备用 下面我们要准备一锅高汤 锅里煎两个鸡蛋 两面煎至焦黄厚 倒入开水 煮个十分钟左右 汤就会变得很白了 装到一个大碗里 马上就用得到 接下来要把甲鱼炒一下 中途放点料酒 大葱段和姜片 然后加入刚才做好的高汤 最后倒入砂锅里 放一点挡参和红枣 用小火慢慢煲一个小时 就可以了 一个小时后 汤已经变得又浓又白了 非常好喝 而且一点腥味也没有 非常薄 推荐你赶紧试试 不是提供 不是提供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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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